各位,歡迎大家繼續收看《獨立新聞傳訊公共事務科選舉特別節目,2012年立法會選舉與候選人對話》 今天我們繼續留守九龍西選區,而今次與我們對話的有7號候選人林依麗 林依麗你好,各位市民好 林依麗,今次你已經不是第一次參選,根據我們手上所知的資料顯示 你由07年的區議會選舉開始,到08年的立法會選舉 2010年的五區公投,到去年的區議會選舉,再連上今次的立法會選舉 其實你已經是第五度參選 但我們又看過去這麼久以來的記錄 你的得票率由於都不是太高,都很低,連按金都輸了 直至到去年的區議會選舉,你才成功拿回按金 你選完又輸,輸完又輸,甚麼令你驅使到你,令你覺得 我今次都應該要再出來參選 因為我第一次參選那時是… 我第一次參選那時是因為民建聯 就在業主立案發言那裏做主席 他就連那些圖片可以隨時詆毀任何人 即是住客,即是那些業主,說他白癡 即是可以這樣做的嗎?我覺得 那我就去參選了 即是都是因為不公 而且我聽到民建聯那裏,葉國中可以控制那些警察 因為警察叫他說,不如這麼小意思,不要告,好嗎? 我問一下業國中,嘩!警察要問一下業國中,我沒有告 這樣都成王法的 然後業國中回答警察說,不行,一定要告 那警察就告了 那我才驅使到我去參選 我覺得不可以有人控制警察 但如果不是被我親眼見到,我就不會去參選 那次是第一次參選 但無論那次參選,我只得了79票 那些我是沒有準備的 而是初次試的 那我覺得我有79票 那我79票,起碼我不是被中票 我是真的有79票 是不知哪些支持我的人投出來的 即是起碼我有些真的票數 那關於第二次參選區 立法會,是不是? 那我覺得,咦!參選完第一次之後 為何我只有79票呢? 那我覺得,咦!試下立法會 多些人,我會不會又試一試 看看會不會我的政綱 令到別人會認同我呢? 那我又再試一下 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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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要好像如公而生 鐵柱磨成針 不可以說旭就放棄 那我又去試一下參選 那跟著五區公投呢? 那我覺得,就是真的要出來參選的 那旭文就是向公眾 即是承認了這個五區公投是失敗的呢? 那我覺得,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是錯的 其實他沒有失敗 是香港政府要打擊你們這幫五區公投的人士 他不准整街板 少了街板 甚至乎廣告少到不少 還有,他是把那些票站 有些關了 有些票站改了,搬了 我都聽了很多很多電話 去哪裏投票啊,林小姐 我為何教你去哪裏投票呢? 他說,我為何今年五區公投 我找不到票站呢? 是政府打擊 不是旭文的五區公投失敗 所以我去參選 我都是盡回我 覺得這個五區公投是對的 所以我去參選 那我們在繼續作一個深入的討論之前 現在先邀請林小姐 就提一段片段 一起看一下 中國就要想功能組別留在這裏 我們香港人就想廢除功能組別 但其實功能組別有 為何不讓他發聲呢? 因為他是專業人士 但他沒有投票權 因為不是我們市民選出來的 為何他可以有發聲呢? 如果他要發聲呢? 就可以跟我們一樣 出來大家一起公平競爭出來選 是不是? 不應該有投票權 好了,片段就看過了 剛才看到的片段就是 林小姐你在兩年前 即是2010年的五月 接受本台的訪問 當時就說到 你在準備參選五區公投運動 以及你對廢除功能組別的見解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見解 我們在這裏聽到 今次的政綱 我們見得到 你列了很多的政綱 但我們就看不到 你一個政綱 就是要廢除功能組別 現在事隔短短兩年 甚麼原因令你覺得 你在五區公投承諾的 廢除功能組別這個選舉政綱 在兩年後 你在再競逐立立法會選舉 甚麼原因是見不到的呢 是否有一些外在客觀的因素 令到你覺得 再寫來都是多餘的呢 你寫來是沒有意思的 為甚麼呢 現在民主黨 直接都進入中聯辦談了 還要多加五席 你想想不廢除 加多五席 你怎樣爭取呢 你根本是沒有可能 因為連民主黨都進入中聯辦 你還寫來做甚麼呢 我告訴你 現在回歸的時候到現在 平均是我們市民知道的 每一天放多少人呢 大概來到現在 是八十幾萬人 我們見到我們知道的數目 來香港的 即是拿三顆星的 這些是否中了票下去呢 這八十幾萬 那為甚麼會批他們下來呢 還有我們市民不知道的那些 那有多少票呢 我相信是過多不需要十年 我相信香港已經是大換班 我想我們香港人慢慢就是同胎 因為老的就會慢慢過世 那年輕人那些 也都不肯生 即是不生小朋友了 那你慢慢就 國內一路一路送人下來 那你香港人慢慢就被淘汰了 那所以我提你 我是提了已經是沒有用了 因為你民主黨 我們的深信 我們相信民主黨 當時我是哭的 因為為甚麼呢 我是以為真的會有民主黨幫我們香港人 但怎知道民主黨去了中聯辦 那你這樣說來做甚麼呀 今年你看看很明顯 出了一個超級區議員 為甚麼 你要哪個 這裏得來的 就是民主黨 多謝民主黨 如果沒有民主黨的 是不是 沒有民協的 我們不會有這五個至級區議員出來 我都說了 將來普選特首 不是你們這樣選幾個人出來給我們去選 這樣也不是叫真普選 我的意思 以前參選過立法會 曾經參選 當選 因為它有意思服務社會 那他們的人 有意思參選的 他們就去報名 或者拿一千個提名 由市民去選擇 這些才是公平公正的 是不是 又是你們選出來那幾個給我們剃的 根本這些不是真普選 這次我們深深感受到被民主黨出賣那種痛苦 那種傷心 是在言語上表達不到出來 林小姐參選了這麼多次 每次都因應你參選那個界別的選舉 政綱都有些少的調整 但是唯獨是有一種政綱 無論你參選區議會 五區公投運動 還是立法會選舉 都一定出現的一個政綱 就是鮑爾拉這個問題 你這麼多年來都很堅持要求政府 仿效中國和台灣等地方 將鮑爾拉列為刑事罪行 鮑爾拉這種 本來應該只是理解為一種兒女私情的行為 本來現在這個社會這麼開放 很多人都覺得很狠 男歡男愛、男歡女愛、女歡男愛、女歡女愛 這些是很狠的事 但是為什麼你始終都是覺得鮑爾拉這件事情 在你眼中是十惡不赦 必須要立法禁止 因為鮑爾拉是影響一個家庭裏面 你兩夫妻 兩夫妻有個父母、親戚、朋友 其實影響那個倍數是很重要的 而且這個社會上已經有少少變質 這些就要列入公民教育 譬如銀行打劫是沒有罪的 每個人都知道打劫銀行不對 但是沒有罪的 那你就會打劫 但是如果說現在打劫銀行要坐牢 那誰會打劫呢 但是你現在一夫妻妻制 但是鮑爾拉、三拉、四拉 生兒玉女是沒有罪的 為什麼你不立刑罪呢 我追問梁美芬 原來梁美芬跟我說 她說我不能說四字的 為什麼不能說呢 我在電視上我會告訴各位市民 為什麼她不能說四字 不能說四姨太 她跟我說了 那我就找到資料 我知道現在她為什麼不能說 到時你們各位市民就在這裡看看 你繼續要求政府反對鮑爾拉和制定法例 是盜絕鮑爾拉這個行為的同時 我們在你們的政綱那裏 就看到一樣 就是要求爭取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 你說的鮑爾拉就基於這個社會的人義道德的問題 你才這樣說 但是同性戀婚姻在世界其他地方 雖然有些地方都開始有些類似同性戀婚姻的法例措施 但是香港來說 就算現在多開放 同性戀始終都是一個禁忌 你又反對鮑爾拉 但是你又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 會不會給人一種很自相矛盾的感覺 你問這個問題你自己都自相矛盾 一夫一妻制就是兩個人 是不是 那你同性戀都是兩個人 是不是 如果他真是合法了之後 那麼他再去包義工 異拉都是辦法的了 你明不明白 為什麼可以包 好像姓儀帶一樣 可以在澳門拿性火 全性火 可以做立法會議員 來到香港甚至乎受婚 這些為什麼中央政府不理 這些不是要列入國民教育 公民教育教材 這些要告訴人 是對與錯 小朋友才知道是對與不對 是這麼簡單的 今屆選舉 各地區直選的選區都有增加議席 亦都令到競爭很激烈 但是唯獨是九龍西這個選區的議席 是沒有加到的 依然維持在五席 上一屆立法會選舉 即是2008年的時候 這一區一共有十三張名單 是各族的競爭很激烈 但是來到四年後的今日 這一區九龍西參選名單的數量 已經由十三張減至九張 但是最近亦都有一些民調的顯示 部分建制派人士的支持度 是有所下降 最近這一年來香港社會 風煙彌漫 不少遊行示威都是矛頭直指政府的 過去也有不少人說 如果社會是很吵吵閉的 而投票率又高的話 對於獨立人 無黨籍人士和泛民的勝算 都是比較有優勢的 我們現在看到 最近今年年頭到現在 這麼多遊行示威 還有一些中港矛盾 譬如針對政府施政的示威 而這一區的名單的數量 又減少了的時候 你覺得你今次自己本人的勝算 會不會相應增加了呢 其實我來參選 我不管它增加還是減少 我主要是要香港人得益 我這麼多年的選舉 我覺得我是沒有白費到的 但是說回勝算 很老實一句 最現實的 有沒有信心 今次拿回案件 拿回案件我都沒所謂 其實有五萬元 拿回就是最開心 拿不回我幫到市民 都是很開心的 最重要是幫到市民 就不像現在的黨 是大家在這裏 你插我我插你 然後把政綱出來又不做 又缺席又棄團票 什麼都出光 我覺得我不會學他們這樣 我又不會走去 五區公投的時候 走去中聯辦 是吧 我個人 我自己是為香港人服務 好了各位 我們這一節的候選人 句話就談到這裏 未來也會再守望其他選舉 盡量接觸各區的候選人 今天很多謝林小姐 2012年立法會選舉 九龍西地方選區 除了林依麗那張名單之外 還有另外八張名單 以比例代表制的方式 各族區內五個議席 投票日將會在2012年9月9日 星期日舉行 合資格的已登記選民 將會收到由選舉事務處 發出的投票通知書 選民可以在9月9日 上午7點半到晚上10點半 帶同香港身份證和投票通知書 到通知書上列明的投票站投票 如果有任何疑問 可以致電選舉事務處查詢 有任何疑問 歡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